好 針對疫情的部分 現在在國內總確診人數 是16,100多人 那麼現在立院就來預估了 預算中預估到明年的6月為止 累計這確診恐怕是在 23,000到38,000之間 因此要來增列醫療準備隔離收治 需要的經費達到 11億6千多萬元 這是從5月份來推算的數字 但這樣的說法看到 台大而醫院長黃立民 黃院長就認為說 如果Delta變異株在社區爆發的話 不用到明年的6月就會突破了 所以應該要趕快趕快 拉高兩劑疫苗的覆蓋率 才不會導致醫療量能崩潰 好 現在指揮官陳仁中說 兩劑涵蓋率6成 他想年底一定做得到 大家你相信嗎 在年底前能夠達到6成 你認為有機會 你相信陳時中的說法 幫我加1 如果你認為疫苗根本不夠的話 根本不可能在第二劑達到6成 幫我加2 好 你認同陳時中 加1不認同加2 好 來看到現在在疫苗的部分 總接種人數從3月22號到9月22號為止 現在累計接種有1300多萬人次 打了最多的部分 就是AZ莫德納高端跟BNT BNT市現在是比較晚進來的 現在可以看到 在公布了這個部分 在當中在涵蓋率有5成 但是第二劑第二劑跟第一劑落差真的很大 第二劑的涵蓋率只有7.79% 所以要在年底之前第二劑達到6成 真的有機會嗎 現在陳時中說 因為0到12歲不能夠施打要達到的話 9成很困難 但是6成他認為是一定做得到 但是很多人其實現在看涵蓋率5成 剩下是不是有人還沒有買到呢 蘇院長就回答了說 如果政府政策不買疫苗那就是政府的政策錯誤 但現在的狀況是有買疫苗 但是沒有到貨 最新數據顯示 國內疫情未來可能會大爆發 不排除比目前確診數翻倍還要更多 立法院預算中新推估 明年6月台灣確診累積達3.8萬例 扣除目前1.6萬例 代表會再增加2.2萬例 打鈴值目前看起來可能可以到5到8了 3.8萬人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一旦Delta病毒有機會進來以後呢 是不是只會感染千分低的人口 這個是很難講的 專家分析今年5月爆發本土阿法株疫情 但主要集中在雙北地區 若是Delta株流行範圍恐遍及全台各地 推測明年6月前累積超過3.8萬例 不是不可能 而且恐怕數字是低估了 追中心對此要超前部署 不一定一定會爆發 那1萬多例大概是我們先前有經歷過的 所以我們就先估了一個這樣的數字 對抗疫情疫苗是唯一解方 看看目前台灣疫苗覆蓋率 已經有1176.3萬人接種 第一劑達50.16% 但第二劑覆蓋率只有8% 專家建議明年中需達8成 才有辦法阻擋疫情 到時候確診情況 專家這樣分析 本土疫情虛緩 但近來屢遭變種病毒入侵 嚴防邊境難免有漏網之餘 政府民眾防疫人需嚴陣以待 記者林信仙 楊翔於台北採訪報導 大家也認為在年底之前 有機會達到6成嗎 看到聊天室大家都不相信 包含了是洪國雄 徐志誠 王佩佩 好 可以看到刷一排通通 都是家翁志偉也是家 葉芳華直接說了 指揮中心救世費 好 還有看到 加加也是家2 好 謝謝陳台健 你的加油 達氣 還有再看到是MIFIK 也是家2 以及Lano 說他連第一劑都還沒有打到 好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從5月到了3期 八大行業其實就被要求停業 即便現在7月底開始已經降到2期了 但是已經到長達4個月時間 其實在八大行業的部分 都還沒有開放營業 所以教苦連貼 現在先推出了紓困方案 好 原則是一次性的補貼4萬塊錢 在雇主的部分補貼1萬 員工的薪資是補貼3萬 這是一次性的一個補足 那想要復業的話 現在解封有望嗎 要來看看公司的人員 當中你要有這個疫苗的覆蓋率 有6成的人打過疫苗 還有要設置隔板戴上口罩 才有機會來開放 走進KTV包廂空蕩蕩的 連沙發已都發霉了 長達4個月沒營業 顯得冷冷清清 自從5月疫情爆發 八大行業暫停營運 收入掛零 即使7月底降為二級 依舊無法重新開業 如今經濟部提出紓困方案 預算20億採3加1模式紓困 原來中央的紓困模式 為一次性補貼4萬 雇主營運補貼1萬 員工薪資補貼3萬 換算下來 加持一家店有20名員工 補貼雇主20萬 30名員工就給30萬 但對業者來說 最期盼的還是盡快回復營業 我們這些員工 不是為了生活而已 他們現在是為生存在掙扎 能夠保障他們的工作權 能夠營業在一個防疫之下 能夠讓我們慢慢步入正軌 這家連鎖KTV 全台有10家分店 老闆說幾個月下來 損失超過2000萬 前段時間忍痛收掉一家分店 但顧及員工生計 堅持不拉下鐵門 要讓員工還能回來上班 但究竟何時能復工 衛福部長陳時中指出 如果八大行業要復業 員工的疫苗覆蓋率 至少要達到六成 才會加快開放腳步 先提供紓困及時雨 希望能解救 目前八大行業的困境 記者韓志欣 王百英台中採訪報導 好 再來看到大家 振興五倍券你已經綁定了嗎 你已經數位綁定的話 幫我加一 你在等紙本嗎 幫我加二 從20號開始開放了民眾 來數位綁定 還有登記八大部門的加碼券 結果大家抱怨聲不斷亂象一堆 來看到現在有人綁了之後 但是後悔了想改 可以嗎 在這一次的話是不行的 所以現在就來問問了 民調的部分 應該開放數位券登記的人 有反悔的機會嗎 有45%的人認為說 應該是有自由選擇取消的機會 但是也有一半的人認為說 你如果反悔要改的話 會增加後續行政流程 會影響 所以認為是不應該來反悔的 還有看到在這一次的五倍券 跟上一次的三倍券 大家比較一下登記的步驟 覺得如何 有人說比較容易 三倍券比較難 大概只有5.4% 三倍券覺得比較容易 五倍券比較難的16.8% 兩者覺得差不多 大概24% 但是流程不同 沒辦法比較 大概有一半的人左右 好 現在蘇院長說了 如果想要改紙本 請熱切期待 是有機會嗎 還有在這個文美化部分就說 填錯個資的話 在下週渴望讓大家來更改 好 現在大家瘋搶五倍券 有人後悔了想改 但是有機會翻盤嗎 可能要再等一等 看到聊天室裡頭 大家如果你已經去登記了數位券 幫我加一 如果你還在等紙本的話 加二來看看大家 你選擇什麼樣 因為現在有人好不容易搶到了 成功綁定台灣配的民眾 來爆料說 他綁定了台灣配 所以原本應該會有800塊錢的回饋 還有500元的好食券 結果到了晚上一查 怎麼莫名其妙都消失 甚至PO網之後更多人也發現 確實都不見了 因此網友就來嘲諷說 難道又是個校正回歸嗎 五倍券數位綁定開搶 民眾直呼 簡直比演唱會門票還難搶 網路大塞車災情頻傳 大卡10點20分鐘 然後我可以9點按 然後可能12點後要去弄就好了 就試了幾次 後來OK 但是也要花一些時間 你第一個昨天登不進去 就懶得去登 有民眾還因此放棄數位改資本 但綁定成功 仍有亂象 有民眾上網求助 開放當天順利用台灣配綁定台銀 搶到800元優惠 玩家6點多優惠還在 但到了晚上 加碼裡800元以及好食券 卻憑空消失 讓他傻眼 直呼辛苦都白費了 其他網友也反映遇到類似情況 對此台銀回應 因為登記當天塞機 進行資料整理轉檔 兩天內畫面將重新顯示 民眾權益不會受損 請大家放心 而這回推出共同綁定 也有人直呼 用健保卡登記 需下載專屬程式 操作失敗後 還得重新下載 簡直整死人 那另一種用自然人憑證 若過期還得花250元申請 氣得大罵 蔡政府我有欠你嗎 會 怎麼有時候會聽不懂 他在講什麼 我們都搞不懂 數位綁定操作複雜 BUG也不少 不少網友上唐鳳臉書反映 共同綁定意放券 勾選後卻被取消了 還有人問用自己手機號碼 綁家人身分證字號 到底誰能領券 另外加碼券 只選一種無法修改 怎麼辦 湯鳳臉書被灌爆 兼知成了1988專線 推行五配券用意 想要振興經濟 但亂象卻多到 反而引發民怨 藉由陳真夢想 下去台北採訪報導 傻瓜 綁家人身分證 或許可 立正